所有的朋友們 我們新聞龍捲風在這兩個禮拜 已經一直不斷的追求這洪仲邱死亡案件的真相 而在9點鐘的時候呢 我們的搶先報已經先告訴你一些消息了 但是到了現在10點鐘的時候呢 我們最近報裡面將會有更多的訊息再透露出來 想想看 我們的新聞龍捲風的上電視秀大頭的FB 持續被人家給關閉 現在已經到了V3喔 如果你有時間趕快上去發表你的言論 但是呢 我們另外呢 在X先生方面 他今天將會有三大爆點出現 可是呢 有話哥他今天呢 將會有兩大秘星出現 不過你如果知道一些五四兩裡面的一些訊息 你也可以打一下X專線 當個X先生 主要我們的電話是幾號呢 現在就秀在我前面了 2792-3151-02 2792-3151 你可以打電話進來告訴我們五四兩旅裡面 究竟有什麼樣的黑幕在裡面 我們今天仍然要持續地追蹤下去 但是呢 在今天的時候呢 這最近報的部分就在哪呢 大家今天看了一天的新聞 最了解 最想知道的就是 那監視器了 看看監視器的主機 主機加上了監視器 為什麼畫面會消失 消失的原因又為何 是有人把它刪了嗎 可是軍高檢的曹金生說 沒有人刪除 沒有人篡改 那為什麼影像又會突然之間不見 其中的原因又為何 真正的關鍵點就在這台監視器裡面了 但是呢 在今天的時候呢 我們仍然在這一節時間的 最近報的時間 請到了X先生 歡迎X先生 低桿好 大家好 好 另外呢 我們還有著監視器的專家 王德凱 歡迎王德凱 低桿好 大家好 看看啊 在現在的這個時候 大家最想了解的就是 這關鍵的80分鐘 怎麼會消失掉呢 7月1號的80分鐘 消失的畫面 其實就是洪仲秋 邁向死亡的第一步的關鍵時間點呢 軍檢察長曹金生說什麼 他說 有檔案 沒畫面 我講句不客氣的話 我諷刺的講 你是超自然力量打牆呢 還是超自然力量遮掩呢 很符合嘛 符合 遮 沒畫面 你們怎麼問我 我就一直在那邊 跳針式的說 沒畫面 回馬圍 沒畫面 那不是超自然力量打牆嗎 我們看一看這個平面結構圖 這個是洪仲秋他在269旅禁閉室裡頭的一個監視器分布的一個概況 看一下 洪仲秋所呆的毀過室裡頭 這個監視器畫面就是那16隻裡面的其中一隻 有檔案 沒畫面 再來 洪仲秋他在操練場被操練的過程呢 這一隻應該是有兩隻啦 但我就講其中有一隻 有檔案 沒畫面啦 怎麼會沒畫面 好 這讓我不禁想到一個非常可疑的地方 7月1號 這個畫面就是7月1號 當天下午2點到3點20分的80分鐘 觀眾朋友這樣複習起來了 但是這80分鐘畫面消失之前 哎喲 好巧啊 禁閉室跟洪仲秋一起被操練的 西先生告訴我們龍捲風 他說 當天早上9點42分 洪仲秋的聯法長吳毅竹 還有他的聯上市 范左縣都有來耶 都有來喔 看洪仲秋 被換掉了耶 換成誰 換成陳毅勳 陳毅勳現在被收押了嘛 是不是 對 這個 有沒有謀 有沒有 有沒有 詭異的地方啊 有了嗎 再來 范左縣當天回到了五四兩女呂布蓮 他曾經跟他們聯上的阿兵哥說過什麼話 他說 你們啊 最好乖一點 因為我今天去看洪仲秋的時候 他有求我喔 快哭了喔 還記得吧 再來 再來 你們再不剪頭髮嘛 下場就跟洪仲秋一樣喔 再來 這句話最關鍵 裡面有我的人啊 范左縣講 裡面有我的人啊 都起來沒有 裡面有我的人 難怪他去了之後 下午介護士就被換了 難怪下午 洪仲秋被操的那個過程 就變得更沒有人性了 這樣懂了吧 畫面也消失了 好 我們再來看下一張圖 這個呢 就是我們講的 十六支監視器 都有運作啊 但是就是有三支監視器 包括悔過世的那一支 包括對著操場那一支 還有一支因為軍檢跟陶檢都沒有說 那我們就先不講 反正這三支監視器畫面 就是黑的啦 這又讓我想到另外一個諷刺的 軍方對於洪仲秋為什麼關禁閉 是不是一直在抹黑他 對 就說很厲害啦 怎麼樣要退伍了啦 好像就關不到他啦 對不對 再來我們找了這麼多 獨家龍捲風去追真相 找了這麼多秘密證人 他又開始說 這些秘密證人身份有問題啦 是假的啦 做假的 我終於知道了 軍方非常會用抹黑這個戰術 政戰體系啊 所以呢 要抹就抹到底 監視器畫面 一樣給他抹給他黑啦 想不想再聽一次曹金生當時 那個我個人覺得幾乎是語無倫次的發言 來 我們聽一段 還原的內容就是停止的錄影畫面 那還原之後畫面是什麼 陸續黑的 沒有畫面 就像我之前說的 完全沒有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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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檔案完全沒有畫面 他是學謝金燕啊 跳針嗎 跳針啊 我剛剛不是講了嘛 要嘛超自然力量遮掩 要嘛超自然打牆嘛 現在觀眾朋友 有沒有應驗我剛才講的話 是 我跟各位講 我 看了曹金生這幾天來的發言 其實我個人認為 他的發言能力是很強的 我還覺得他如果有修口語傳播 修得很成功 但是 為什麼拼拼這一段 他就開始跳針呢 完全沒有畫面 完全沒有畫面 我講了五遍 很簡單 沒有畫面 不能講 喔 有些話不能說 但是你們都在問我 我又不能不講話 所以 我就講出了一套 是是而非 跳針式的發言 這一點 不是只有我氣 洪宗邱的舅舅 也很氣 因為 在7月10號的時候 洪宗邱的舅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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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 這個時候軍方突然又變成什麼 變成是這些畫面 有 只是它消失了 然後又交給了調查局 但是交給了調查局之後 又不能讓調查局發言 要我軍方自己發言 然後發言最後又是什麼 是黑畫面 黑畫面 黑畫面 弄了一圈 花了這麼多的人力資源 你最後原地踏步還是灰畫面 這也難怪洪仲秋的姐姐會很氣憤的說 你在說人話嗎 來聽聽看 非常不滿意的 因為完全沒有在聽我們人類講的話 我們今天講什麼 他永遠就是用很高空的方式在回憶 有沒有人為去把那個訊號拔掉 訊號線拔掉 這我們都覺得非常質疑 大家都把我們當白痴 把我們當白痴嗎 把我們當非人類嗎 他就講那些不是人類的話嗎 你怎麼看呢 看看這洪仲秋案件到現在 你有沒有注意到 關鍵的時間點 前面7月1號的80分鐘 後面的7月3號的30分鐘 這些影像一共加起來是110分鐘 可是很可惜的 前面調查局還原的影像 陸陸續續變成黑畫面了 曹金生說的 那為什麼會變成黑畫面 黑畫面的原因又為何呢 我們今天請來了監視器的專家 德凱來問問看 為什麼會變成黑畫面 像這個部分的話影像正常 這是我們事前錄好的 事前在我們辦公室裡面錄的影像 對 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四分科畫面都有出現 但突然之間 注意喔 上面兩個畫面消失掉了 像這個拔除的話 就是這兩個結線 你只要拔掉這兩個結線 是拔其中一個就會變成這樣子嗎 其中一個就會消失了 就會像螢幕的畫面 所以我不用拔兩個 我只要拔掉一個 不管是拔掉訊號 或者拔掉電源 它就會變成這樣的影像 對沒錯 但是上面會出現VDO Loss的這種狀況 對 所以說畫面上面的話 就等於說我的資料上面 就變成一個藍色底 然後但是有VDO Loss 對沒錯 VDO Loss 但是如果說是被改佈呢 好那我們現在的話 現場這邊也有通電源 那我們來試試看 現在現場即時的狀況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大家注意喔 我們的這個影像出現的點 現在是要在現場的一個即時影像 我們看到現在 所有的這些來賓們都坐在這邊 但我們來看影像如果要消失的話 什麼方式來消失 馬上實際做給大家看 大家就可以很明瞭知道 怎麼樣變成黑畫面 陸續變成黑畫面 有沒有看到 陸續黑了耶 黑掉了有沒有看到 這最主要就是什麼 黑畫面的出現就是 我不把它蓋住了 變成黑畫面了 完全沒有任何的影像出現的時候 畫面是黑的 可是注意喔 但是如果有風在吹呢 風吹風吹有沒有看到 如果說風在吹 你有沒有看到 風如果吹的是黑布 你有沒有看到 會有一些殘影出現 這就是殘影 大家注意喔 上面的時間一樣在走 仍然在進行當中 錄影的程序仍然進行 但是有殘影 有殘影 但是如果說80分鐘之後 我把黑布一拿掉 拿掉看到是什麼 人都出現了 畫面恢復正常了 這樣子的影像來說 就會恢復一個完全正常運作的狀況嘛 對沒錯 所以說陸續變成殘影 有可能是我拿布把它蓋住以後 變成一個黑畫面嗎 對就是黑布蓋著了 如果說有殘影的話 就是像 好那我問你一件事情 像今天有立法委員到的這個 這個緊閉室裡面了 那人要去蓋那個上面的監視器 怎麼樣蓋法 基本上的話 它角度的話非常大 85度 對所以說基本上 你從入口進來一定會被拍到 它角度非常的大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示範一下嗎 如果說角度很大的話 怎麼樣角度很大 像這個角度的話 是85度 注意喔 這個有人要蓋黑布喔 有沒有看到 大家注意這畫面上面出現的是什麼 有人影出現 你看有個人現在爬進來了 有沒有看到 這角落的地方 我們監視器是裝在 我們的會議室的角落 有沒有注意到 正要蓋布喔 正要蓋布的插納 左下角 左下角有沒有看到 一個人在蓋黑布 蓋布會被看到嘛 對 所以蓋布的話 我真的要蓋的時候 我從旁邊開始要蓋這個布的時候 我就有可能會這樣子畫面就會被 就出現在上面就對了 對沒錯 嗯 所以說蓋布的話 可能前面就會有一個 人的角落會出現在那個畫面上面 對 嗯 所以也就是說 告訴大家的就是 這個監視器畫面 如果純粹蓋布的話 尤其在今天這個 禁閉室裡面 立法委員進去看到 是一個會動的監視器 這個東西最主要呢 它可以移動 但它有可能被拔電源 它有可能被黑布 它有可能鏡頭方向被轉 所以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緊閉室裡面 畫面的前面跟後面 其實會說話的 更重要的 范左縣7月1號去 本來蕭志明啊 羅紀元啊等 他們是負責 處理介護方面的 那是誰 一夜之間 一夕之間 早上去下午改 然後就開始淋裂 淋裂完了以後 就消失了80分鐘 難道是他嗎 那他是誰 各位可以知道 他叫陳毅明 他是政戰主任 基本上政戰主任 的的確確是有權 因為他的權是保防監察 但是像介護士戰情官 我就必須講 他有這個權嗎 我們都當過兵 我希望軍高檢就不要騙我們 把他含送 好 你就乾脆移送 你有種 你移送 誰有權更改 禁閉式更 暫情輪子表 這個才是重點 因為只有這種人 才能夠讓螢幕變黑 嘛 況且明天我還會講 今天很多專家通通講 螢幕如何變黑 或者一個人 一個人 他如何把黑布掛上去 我明天我會更驚爆的 告訴你 有華哥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能夠接 動這些監視器的人 能動這些監視器的人 就是他 不是 另有其人 還另有其人 所以他只是那中間的一顆 旗子嗎 除了楊方漢旅長以外 這些人 你給我查一查 只有他們能夠改 借護士的輪子表 暫情觀輪子表 只有他們能夠改 好 這些人 除了旅長 楊方漢以外 我再講一遍 除了旅長 楊方漢以外 那這一些人 他們在裡面扮演的角色 到底那是什麼 我甚至於我告訴各位 看過影帶的 是一個584姓呂的 他的階層非常的高 他的階層已經可以說高到 差不多 比這兩個黃的還要高 584 等一下 584旅的 大家 不是542 是584旅的旅行高官 因為 584裡面 就有兩位 的確確就有兩位 是放在禁閉室的 而 裡面出手狠狠的一個理性下市 坦白來講 彭華幹講 說踏踏腳踝的 請問 他不是269旅的 他是584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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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584旅的高官也看過 那當時的影像了嗎 影像 所以80分鐘也好 30分鐘也好 是誰下令的 那天 那天誰值高情 請君高姐告訴我 最後 我再講個一遍 這一些人 52旅 現在被收押的一些人 君高姐 趕快去凍結他的帳戶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裡面進出 不只我上次講的八九萬而已 還要乘上十倍以上 你們說 不只八九萬 這麼多近百萬 對 近百萬的帳戶在裡面流走 所以 我就講到這裡 今天我很抱歉 那我講的很多的內情 其實不是告訴全國觀眾 而是 這些人 全部都掌握在君高姐的手上 我講的這麼清楚 你再不查的話 沒有天理 也對不起 洪宙秋 就是他 一樣 你們就跟他一樣 只會流鱷魚的眼淚 所以表示說 講的全部都是謊話 除了謊話以外 第一時間 我現在可以告訴各位 這位蔡主任跟戴主任 中間是有串聯 第一時間 你蒙蔽了你的長官 第一時間 你要求你的部署串政 所以 你把他們移送 說 啊 是因為錄影帶 我告訴你 我就是不服 是誰叫他們串政的 串政該不該急啊 那天有 陳一鳴 你們該不該急啊 你憑什麼去串政 今天我就講在這裡 君高姐 你要不要約談他們 就看你的作為 君高姐 你有沒有聽到 名字點出來了 事情也講出來了 究竟哪些高情官有問題 君高姐 曹今生 你有沒有聽到 你看到的影像 你只會跳針 但你跳針之下 你有辦法再辦下去嗎 還有一點 全台灣的所有觀眾朋友 看著君高姐喔 你注意君高姐裡面 剛剛有話點名的這些人 是否君高姐他知情 還是說知情而不能辦 這差別很大喔 還是說君高姐 你完全不知道 你被五四兩旅 五八四旅 兩六九旅 這些給壓制住了 你沒有辦法進行了 今天晚上我們新聞龍捲風的 最新的爆料 這一點 君高姐 你希望你今天晚上有聽到 你沒聽到沒關係 兩千三百萬的所有觀眾朋友 全部都有聽到啊 但是在這週休假期的時候 我們的X先生 在查訪之下 跟他的這些退伍的同袍 還有包含現在在 五四兩旅 呂布聯裡面的同袍們 查訪之下 有一些深入的資訊 又洩漏出來囉 所以今天晚上 我們又有一些秘辛 要再告訴你了 X先生 究竟是什麼樣的問題 在這五四兩旅裡面 又已經把它洩漏出來了 是的 在遊行之後呢 我們跟我們五四兩旅的弟兄 還有一些退役的弟兄這些人 我們一起組織起來 來做一個秘密的查訪跟調查 首先 我先來揭露一下 這整件事的起點 我們應該要感謝鍾伯哥 大家還記得上禮拜鍾伯哥 曾經針對 國軍813醫院那兩張 范左縣跟陳以仁兩張背影照 背影 對 曾經來幫我們做一個剖析 這同時其實因為我們很多人 在以前都曾經去過 813醫院體檢 所以我們對他們的地形 還有一些位置 都大概也了解 所以呢 上禮拜我們就 一路走到813醫院 我們來做一個調查 我們來調查裡面 到底有哪些東西 讓我們可以深入這個 整個體檢報告 當時的原狀 所以你們進到了813醫院裡面 813醫院裡面 你們就從大門走進去 來模擬當時 范左縣跟陳以仁他們進去的狀況嗎 在這一路上我們發現許多的真相 我在這邊先呼籲軍高檢 你可以用任何的手段 你可以透過抹黑 透過風口去影響其他的證人 但是你影響不了所有人的眼睛 任何事人在做天在看 我就在這邊一一的披露這些重點 首先來大家先看看這個 這個手板 我們列出了這一次我們去813醫院裡面 所發現的三個很重大的內幕 因為我必須來先說一件這件事 其實在最近這幾天 我們越來越多的人 來跟我們爆料之後 我們發現了越來越多的真相之後 我們同時也發現另外一件事 什麼事情 我們所有的證人 所有的縣民 所有的資料來源 一一的透過被我們這些 不明的黑暗勢力 他透過施壓 透過威脅 透過風口 等等的方式 讓他們不願再來對我們 做出一些資訊的提供 但是我必須告訴你們 這是沒有用的 因為有許多的X先生 X小姐 他們都知道這些事情 他們只是在隱藏在深處 不願意被你們發現 而且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 接下來我們會更謹慎 更小心的來做這些爆料 我先來跟大家提一下 我們這次發現了三個重點 第一個 就是提檢的內幕 第二個就是串供大會 接下來就是黎盈 座談會的這個真相 今天在節目中 我會跟大家一一的來 把這三個事情 給說明清楚 首先我先說 我的資料來源最近有許多 其中有M先生 L小姐這些的 當然他們的身份 我是絕對會保密 不會說出來 所以君高姐你也不用去猜了 他們真正的身份 絕對不是你們所想的那些 當然這些數據這些東西 我也做過一些轉變 所以 你要查其實也是查不住 我在這邊呼籲你們 保有軍人的武德 不要再忽略這些 不要再試圖去掩蓋這些真相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一張照片 好 這張照片是什麼 招募人才的嘛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這個照片 我先在這邊請問陳以仁先生 你認不認得這個照片 你熟不熟悉這些上面的地址 還有這些東西 裡面有什麼引擎 你自己非常的清楚 我再來請問一下陳以仁 你跟這個招募中心是什麼的關係 你在裡面認識了哪些人 在你這次在裡面認識的人裡面 是不是在這次7月1號的時候 在體檢的那一天 或者是之後 是不是你們人手一杯 搖搖杯在手上 你們在喝搖搖杯的同時 是不是在體檢那天 有被洪仲修看到 嗯 那我現在就試問陳以仁了 你最好自己趕快突出實情 我們都已經掌握了許多的證據 也請軍檢能用迅速的去調查這一塊 接下來這個地點就是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813醫院其實我們已經慢慢推測出 他跟陳以仁的一些連結 我們也可以知道 裡面有許多的證據 是目前還沒有被發現的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這一張 這一張是什麼 這一張是813醫院大門口的監視器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邊這個 這是監視器 進門的地方的監視器 他只要一照就可以照到 813醫院大門口這整個中庭的畫面 你的意思就是說 陳以仁跟范左縣如果從大門走進來 一定會看得到他們的正面影像 沒有錯 只要陳以仁跟范左縣他兩個人 只要從這個門進來 絕對是可以拍到他所有的影像 而且813醫院監視器 不只軍方所公布的那一支 那為什麼他最後只提供我們背影呢 其中到底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先不做揣測 但是到底有沒有更高階的軍官 跟著你們一起前往 你們是不是軍高檢應該趕快說清楚 你們有沒有在裡面做一些施壓 或者其他不可告人的事情 軍高檢你要不要去調查 我也試問813跟軍高檢 你們有機會請你們盡速的說明 不然我們會繼續爆料下去 之前的時候有話還點名了 813的院長跟副院長啊 來我再來為大家帶來一個故事 這是當天洪仲就體檢當天的故事 這也是所有的開端 大家看一看這個什麼地方 體檢中心 這是813的體檢中心啊 我現在跟大家回顧一下 那天洪仲就前往那個813醫院 他是由一位排長帶他去前往 那邊做一個體檢的報告 當時我們的L小姐也在現場 當天洪仲就在 所以L小姐在現場 有目睹當時的狀況就對了 是的 當天我們的L小姐就在現場 他同時也是在早上10點鐘的時候 洪仲就完成檢查的時候 他得知了一些訊息 那天在813醫院早上 醫官就說了 洪仲秋曾經詢問過 體檢報告到出來要多少天 醫官明確表示說是7天 不是軍方所說的1天 或者是1個小時或3個小時 什麼的都不是 所以是親口跟洪仲秋說的嗎 是的 可是我們這兩天有沒有聽到一個訊息 非常的奇怪 大家都在說洪仲秋因為得知了 他體檢報告7天之後才會出來 所以他很興奮的就在大家面前把體檢報告給撕了 有 我印象深刻 就是洪仲秋把這個體檢報告整個揉掉了 揉爛了以後呢 聽說還把它丟在地上 對 沒錯 就這樣丟在地上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整件事情 當天洪仲秋根本就沒有拿到體檢報告 何來的這個撕掉的這個 你的意思是說洪仲秋根本沒有拿到體檢報告 洪仲秋根本沒有把體檢報告這樣揉爛 洪仲秋根本沒有把它丟在地上說 反正我要退伍了 沒有這樣講這些話 大家要記住 最後體檢報告是被誰拿走 是從五四兩旅派專人來拿走的 那整個洪仲秋撕掉這個報告這整件事 不正是軍方的抹黑嗎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這件事情 就是有人刻意把訊息散播出來 告訴大家說洪仲秋多麼的囂張 洪仲秋多麼的不守紀律 洪仲秋是多麼壞的一個人嗎 你把這整個事情丟給一個已經過世的人身上 根本就是用政戰的手段 在污衊洪仲秋的人格特質 接下來我們大家來聽聽看 那天在體檢完之後 排長帶了洪仲秋 因為他們知道得知了這整件事 要七天之後才會有結果 於是他就帶洪仲秋一起走了 我們大家都知道洪仲秋在裡面遇到了誰 他看到了范左鍵跟陳妍田手上 拿搖搖杯在那邊快樂的喝 所以之後才會有接下來的故事 他就傳了個簡訊給他的家人說 看到了一部簾上的士官拿著飲料去請人喝 對 但是這整件事就是整個事情的開端 最後洪仲秋知道這件事之後 排長也看到這件事 他們就離開整個八一三醫院 因為他們要去進行他們的 他們要去吃他們的午餐 同時要準備回到五四兩旅 在這路上他們也 他們就這個排長就很好奇的打了電話 因為他要回報跟聯長回報這整個情形 最後就說我們已經做完了整個體檢的程序 我們用完餐就要回到五四兩旅了 另外我們在八一三醫院遇到了陳以仁 跟范左鍵兩個老A 就士官長的意思 他們怎麼會在這邊呢 立剛你知道聯長怎麼說呢 聯長怎麼說 聯長說了一句 你不要問 我們可以知道你不要問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叫這個排長不要管這檔子事情 這代表這排長不要管這整件事情 那這其中是不是還有後面更大的因素 我們不知道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追下去的問題 那陳以仁為什麼會在那邊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溫州大混沌 這個地點就是當天提檢完 這在哪裡 這在新竹中正路上 也就是說在八一三的對面 對在那附近 這個地方就是最後洪仲秋跟排長 在提檢完之後所經過的地方 最後也邁向他的死亡之旅 看看溫州大混沌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813醫院旁的中正路上的溫州大混沌 這是洪仲秋 在這軍營之外 吃的最後一道一份午餐 這份午餐他排長跟他一起吃的 吃完之後他回到軍營之後呢 最後就踏上了那死亡之路 最後就進到了緊閉室 最後就在緊閉室裡面被操死了 大家有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整件事情的發展 你有沒有把它串聯起來了 你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整塊拼圖已經都快拼完了 怎麼高軍軍高檢 好像你的拼圖還沒開始拼呢 但是呢我們在拼圖之下 我們發現軍中有許多的問題 軍中有許多東西 說話不一樣 我想最近觀眾朋友透過新聞看到了軍方的發言 大概就是那幾個詞 包括黑畫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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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是偵查不公開 偵查不公開 偵查不公開 這些你的軍中內部隊洪仲秋的調查報告 怎麼就選擇性的公開了呢 當然嘛 我們來看看內容 你就知道 當然軍方這部分他要公開 因為這部分的內容 透過了新聞的放送 軍方講啊 他說 其實洪仲秋是仗著 立剛你話 高學歷 不聽這個學長的教訓 我先駁斥 軍中的弟兄有講 洪仲秋 常常熱心助人 為他們主持不公不義的事情 為他們主持公道 我已經替他辯護了 再來 洪仲秋立英座談會上炮轟致願意事關的內務 請同全聯致願意槓上至緊閉事務 OK 所以以後 立英座談廢掉 來來國防部 廢掉嘛 如果你講真話 所以你就會導致致願意跟你槓上 讓你無可轉還 繼續 好 27號的時候 洪仲秋體檢時得知了要一週的時間 竟然脫口就回向說 哎呀你們管不到我啦 來我替他辯駁 不是我替他辯駁 金魚局的局長已經講了 當天洪仲秋在體檢的時候 情緒正常沒有什麼大起大落 也沒有私體檢表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說根本沒這件事情 沒有說他 你們管不到我這句話 對還有 好剛剛S已經講了 沒這回事嘛對不對 好然後呢也有媒體呢就說 他是回到就是體檢完畢 回到了五四兩旅的呂布連之後 才失的 所以何江中才很生氣 打電話給813 這個體檢報一定要出來 為什麼 因為不能讓一個下士騎在頭上 所以打電話嘛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 哪有回去啊 哪有回去啊 來立剛 哪有回去啊 哪有回去 在溫州大混沌 什麼時間點 6月27號 洪仲秋 早上10點 排長帶他去體檢 但是這個體檢呢 在10點40分左右就完成了 所以排長又帶著洪仲秋 去溫州大混沌吃麵 吃午餐 好 那你在裡頭體檢的時候 金融局局長說他沒吃體檢表 然後呢 有人說他是回贏才師 沒有回贏啊 這是什麼矛盾 好再來我們又回到剛剛這個 那這樣的報導是怎麼出來的 報導不能無中生有吧 那不是你軍方講的是誰講的 那你軍方為什麼在這個裡面的內容 全部都是導向 洪仲秋好像是一個很囂張耶 好像已經要退伍了 所以就 不遵守軍紀了 代退弟兄 他們就把洪仲秋 形容成為一個非常囂張 即將退伍 完全不聽連上指揮的意思觀了 你還記不記得還有人講說 洪仲秋 拿著智慧型手機滑來滑去 結果後來是不是有 軍眾的弟兄替他報復評說 洪仲秋根本沒有智慧型手機啊 對 要滑什麼啊 拿著照相型手機滑爽的 好OK 我們來看看下一頁 這個是洪仲秋 在6月27號當天 體檢完畢之後 傳簡訊給旅長 對不對 你看看裡面的用詞 他是不是講 他說 我今日體檢看到了 連上司官長拿著飲料 連上司官長是誰 陳以仁嘛 他為什麼會看到 觀眾朋友可能被搞混了 他不是去吃麵嗎 怎麼會看到 我告訴你 因為 當時排長帶著洪仲秋 早上10點進813的時候 沒多久 陳以仁跟范左仙就來了 來了之後就接到S先生所講的 排長都很疑惑啊 你士官長跟士官你們是怎麼 幹嘛來啊 有沒有人 出公單叫你來啊 好 第二個 他看到了 原因是因為 當時在10點40分以前 范左仙可以陳以仁 就已經在喝搖搖杯了啦 那這樣很奇怪 這兩個士官沒事可以 跑到813裡面去逛來逛去啊 那就要兜到S先生 麻煩你把人才照不中心照片 再拿出來一次 就要兜到原來陳以仁的人脈 有延伸到813裡面的一些人啊 喔這樣子喔 這就是五四兩旅他背後黑手的陰謀啊 所以你現在的 洪仲秋 排長帶著你去體檢 那是做做樣子 但是我這已經有雙重 雙管旗下的撇步已經拿捏好了 你去做樣子沒關係 但我試一下再派了陳以仁 范左仁去 釘好 要是再釘不好 我就卡丁尾啦 這樣兜起來沒有 所以你就會發現 其實紅豆球早就掉入了這個 要設計他們那個背後的 連環圈套 死亡圈套了 看看啊 連環圈套跟死亡圈套 完全是配套好 把時間地點我們完全鬥起來 你就可以有一個邏輯跟概念了 洪仲秋先進到813 沒多久呢 范左仙跟陳以仁也進來了 而洪仲秋先到他們拿著搖搖杯 但是呢 洪仲秋這個時候呢 可是到對面 排長帶著到對面的溫州大餛飩去吃午餐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整件事情 完全鬥起來了 君高姐 你怎麼永遠都不知道呢 君高姐你還想在這裡說些什麼呢 但是呢 整件事情你覺得可以辦得下去嗎 你想想看 國防部長出來講話 國防部副部長上台去道歉 致歉 接了這陳情書 但馬總統三軍統帥甚至到了洪家去 他說這件事情我管定了 你確定你管得定嗎 沒有第三方的單位進到這裡面去管 這個軍人之間啊 可是 灌灌相互 互下去 你馬總統 其實你學法律的喔 你覺得 你講那些話 你能管定的了嗎 你根本摸不進軍中裡面 這隻黑手啊 是 立剛 那天我們現場live 我們都看到了 公民1985聯盟 其實那是近年來非常少見的 具體的這麼多人 可是非常和平運氣的一個 而且沒有政黨的發起 沒有政黨的號召 能夠聚集到的一萬五千多人以上 完全反映出網路相比的這個 大家要真相的這種力量 那當天再來說 高華柱其實我覺得他做的蠻差 因為他一頭跑掉 聲東吉西 跑到 對啊 跑到洪媽家去了 早上的我們那時候在開現場 看到他跑到洪家去我都傻眼了 對 我們想說 那到最後這個活動該怎麼收尾呢 結果他派了副部長楊煉祖出來 那楊煉祖一出來 他第一個 他態度非常謙卑 他九十度鞠躬 第二個呢 他馬上所有陳情書 然後現場答應 一旦地檢署同意爭辦洪案的話 國防部級軍法單位願意全力配合調查 這樣子大家都很高興啊 想說軍方終於態度軟化了 同意第三方介入了 對 那我們終於有機會拿到真相 所以你記不記得當時現場大家鼓掌給他叫 活動時間到了還提前結束了 是 你看近年來少有人難得的和平落幕的一個遊行抗爭 結果我們就想這樣很好這發展不是很棒嗎 是啊 我跟你講不到幾個小時之內馬總統親自下去看紅媽媽 台中對 當場就給洋煉祖打煉啊 真的啊怎麼打法 非常簡單 因為現場洪家人馬上在提出說 希望能夠交由第三方偵辦啊 讓地監署讓我們民間來介入啊 馬總統馬上說 這個其實在實務上是有點不太可能的 什麼為什麼 因為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馬總統認為 因為他認為他自己是法律專業人嘛 所以他說以他法律專業的素養來說 法務部跟調查局的原則上 當然可以提供檢驗啊 化驗證物這些行政上的 似乎是沒問題的 但是呢因為現在所有涉案的人 全部都是現役軍人 現役軍人是用陸海空軍刑法 或其特別法治罪 所以呢不好意思抱歉 還是要由軍方來統合處理 軍方統合處理 那就告訴你沒有結果了嘛 是啊 那現在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求第三方來處理 就是因為我們根本不信任軍高檢 根本不信任軍方的處理方式嘛 如果我們不信任的話 何必要你馬英九出動呢 對不對 這個事情早就解決啦 現在就是因為大家不信任 結果你馬英九突然出來說 因為你是法律人 你認為你這個第三方不宜介入 結果呢早上才說 同意讓第三方 如果地檢署願意的話 同意讓第三方介入的 對國防部 法務部馬上改口 聯名發聲明稿 其實就是說 原則上就是呢 如果是涉及 就是非憲義軍人的部分 比如說可能外面的 遷毒啊 滅政啊 或者說履性退役軍官啊 儀官這個 這個可以 但其他的地方不好意思 還是要由軍方來主導 真是荒謬耶 結果搞了半天 不是又回到原點了嗎 是啊 這樣的意思是什麼呢 OK 你馬英九總統 你是法律專業素養 那我們 我們不是法律專業素養 我們辯不過你 可是我們看其他的法律人怎麼說 好 這樣 紅豆酒死完案 醫務律師團 發言人胡伯彥就說了 司法院大法官 四字第436號解釋喔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 人民身體自由應於保障 非由法院依法令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然後接下來 憲法第16條 人民有訴訟之權 注意到重點來 憲義軍人亦為人民 受上開規定之保障 也就是說憲法裡面講的是 憲法是最高的權力選擇 憲法說 軍人亦為人民 所以基本上來說 可以由司法單位調查 對 這是超過16位喔 包括大學教授 包括知名的律師 他們連民都認為 其實第三方是有權力介入調查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看 以前發生隱清風案的時候 發生扁案的時候 陳偉扁還是中華民國總統 不是一樣成立特別調查小組嗎 特徵組 所以我們一樣有特別的方式 當案情發展到非常狀況的時候 當我們已經無法信任 一般的司法處置能力的時候 總統你有權可以去 召集特別調查小組 來調查這件事情 我們想想看 連陳水扁這種 前中華民國總統 你都一樣可以因貪污罪 然後讓他下雨 他現在還蹲在牢裡頭 他還三軍統帥耶 幾個小小的軍官耶 只不過幾個旅的 少將以下的這些軍官耶 你居然買酒 你認為他們是不能動的 你不覺得這個事情太奇怪了嗎 你買酒總統的魄力在哪裡 你不是說這件事情 你管定了嗎 你到底怎麼管耶 如果你真的管定的話 我建議你立刻成立特別調查小組 然後立刻把這件事情 插個水落石出 看看整件事情發展到現在 你有沒有覺得很吊詭呢 居然總統講的話 跟國防部講的話不一樣 這中間問題究竟在哪裡 為什麼不能再往上辦下去呢 你想一想看 連這個前總統陳水扁 都可以成立特征組辦了 這件事情只因為礙於說軍方跟民間嗎 還是礙於說軍方只有軍方自己才能辦 你不覺得為什麼不能辦下去 中間問題是不是怕在網上燒呢 休息一下來告訴你